上期我们说到了 不是那个Peter啊 已经三年没见到这个Vitali了 这突然一下来了个电话啊 约他在这个火车站 地城这个火车站见面 他也觉得挺惊讶的 这个Vitali啊 在车站里边接到了这个Peter 他还是穿的啊 那种就是熨烫的 特别整齐的那种运动服 Peter啊 已经确实没有好久 没有人见到啊 穿的那样的一种衣服了 然后呢 这个很热情跟他打交道 就跟那个 见到一个真正的老朋友一样 哎呀 谢谢你到来啊 哦 你现在住在这儿了 哪里 我在逃亡 我必须躲开莫斯科 好多警察 一会儿要检查你的文件吧 一会儿又把我家里的好多人都给抓起来了 那可是我最后的一批工作人员了 现在啊 即便是我能筹到钱 也没人跟我一块拍东西了 都被抓进去了 皮特其实啊 特别怕他又玩去了老板行 哎 不过呢 他也不好啊 忘打听 是不是你又从超就业了啊 俩人啊 一块呢 就走到了这个 维斯塔的这个 叫什么 维他利的那个 大汽车旁边 一看啊 还是那种四轮驱动的啊 崭新崭新的车 当然了 没牌子的啊 维他利的后座啊 挂着一个熨烫的特别好的那个西服 呦 他就觉得奇怪啊 嗨 保持低调的时候 我就住在车里 反正我也喜欢车 哎 比喜欢公寓 公寓更厉害 就给自己找找找折呢啊 就是逃跑 逃跑的时候就住车里边 完了 皮特就问他 说那你那个电影拍的 想的这事怎么样了 嗨 遇到过一些莫斯科的纸片人 人家呀 老的那说要先把剧本拿去看看 你以为我傻呀 我告你 给他们的那剧本就让他们给偷走了 结果皮特说 不会吧 你是有版权的 这个你应该是有保障的 甭信 我告你 那帮制片人全是骗子 我本来想啊 从自己人那儿啊 弄点钱 就是那帮黑帮老大啊 哎 起码这些人咱们大家之间互相信任了 但是人家现在一听说拍这个黑帮电影啊 全都摇头 不干 你想啊 克里姆林宫不让啊 你还拍这种 不可能吗 你找死呢 那不是往里边 往坑里边扔钱吗 无底洞还 这次叫这个皮特来啊 是这个维他利亚 想让皮特啊 给他拍一个特别短的一个那个专题片 哎 就是一个小纪录片吧 算采访一样的 那意思呢 就是说他准备拍一个关于自己的一个纪录片 然后说啊 说你们这些这个电视人啊 你们抓不到准确的我 只有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哎 你看 你这回真不错 带来一专业的摄像机 这就好 你就照着我的这个剧本来拍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于是啊 这个直接就在这车上啊 就开始了他们的采访 这个皮特就开始拍 维他利呢 就又摆出了他那个雕塑啊 英雄的形象 话呢 也开始说的很慢 很慢 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比别人做的更多 我能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突然这话刚说的一半呢 他就通一下就冲出这个车了 完了就开始在那儿哇哇那叫啊 冲着一个啊 有一个就是那个窝窝囊囊的 有一个流浪汉在那儿吐口水 那眼睛瞪着啊都要吐出来 那流浪汉啊 正喝着一个塑料袋包装的啊 一个那个酒在那儿 这尾他的就给他轰啊 轰他走 回到这个车里啊还气得那个呼呼呼的呢 然后啊才开始 平静下来 继续慢慢的说 你不会让他跟我在一个镜头里边出现吧 这个镜头就不好看了 他呀把这个皮特啊要问他的这些话早都写好了 然后呢让这个皮特啊按着他写的这个剧本来问 于是呢这皮特就说啊我第一次见到北塔利的时候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最有天赋的一个危险人 也是一个最危险的天赋人 我曾经遇到过的长的步行啊 须遇到的就全是赞歌嘛唱赞歌的 哎呦这皮特啊就这念这一大段啊 他都觉得自己都快埋进去 砰头垢面的了 就在那念这个台词 而这个伟塔利啊特别的有耐心 不行从来NG 从来再念一遍 重新问 就就这样啊 你看那镜头里面就全是那样的啊 就这么NG了五次才拍好了 好不容易啊 整个就是他要求的拍的按着剧本拍的这个拍完了 这伟塔利呢就身子一靠 然后呢又拿出来了啊 一大落这个精装书 送你的 我写的 小说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已经开始写书了 买的那叫一个好 老实说啊 第一本确实不咋样 跟鬼写的似的 但是就从那第一本以后 我真的学会了 我怎么写作了 这玩意儿这家伙真的挺厉害的 没上过什么学啊 这绝对是有天赋 吹的还是有道理的啊 一看啊 也是这个他这个系列书里啊 确实早期的书啊 大多讲的就是他的犯罪生活了啊什么的啊 但是你能看出来 从最后一本 他这个最近的这一本书里边 你一看 风格改了 题材也改了 就是有一点就是讽刺这个俄罗斯的政治的那种书了 他呢就把一个这个就比如说啊 这么一个就是恶霸一样黑帮一样的国家 哎哎完了呢就是利用这个巨大的一个放屁的那种储备 其实就是说天人气嘛 就是那意思啊 来操纵他的周围的国家 让他屈服 你听能听出来了吗 就是讽刺 因为当时正好是这个俄罗斯威胁这个乌克兰呢 说我要把你的这个天人气管道啊 我给关了 这个委他利跟这个皮特说啊 说我现在啊 我在想 我这人啊 真的应该去从政去 只不过啊 我觉得我这个人啊 觉得政治太无聊了 真的 我没意识到 他们用的 真的跟我用的那种方法 没啥两眼吗 不就也是一个恶霸黑帮 不过啊 可能现在晚了 我的现在的志向 就是把自己全部奉献给艺术 我啊 即便是我不能够拍电影 哎 我也能写作呀 哎 像你吧 你知道未来是什么吗 啊 我知道啊 喜剧啊 我们俄罗斯将来最辉煌的我告诉你 喜剧 黑帮已经过去了 你啊 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安排安排 跟那个电视打中心啊 谈一谈 有没有人愿意转播一下我这个放屁书啊 什么的 皮特啊 皮特啊 还真的答应 说我尽量啊 这个尾塔利啊 这个尾塔利啊还坚持啊 塑料袋都给捅破了 每走一步啊 因为太沉了嘛 他得挨着屁股就那么靠着这么走嘛 所以那大腿啊 个的还生疼 你还甭说 皮特啊 还真的挺想帮这个尾塔利的 于是呢 他就给这个许剧部啊 送了一套 就是这个 这套书 就说啊 哎呀 其实 也不知道他合适不合适啊 我就是 人求我到这儿 其实他觉得就是什么呀 反正我做了 哎 至于人家行不行的 那什么 他已经把这个道歉的话 事先说了 而且也觉得啊 从此以后 肯定人许记部这事 也不会再提了 结果啊 没想到 有大概 几个星期吧就 正好有一天呢 皮特不是照常 还到这个电塔中心吗 一看 好几个制片人 跟这个尾塔利 就坐在一个那个玻璃会议室里呢 完了他还是啊 穿着他那一身 完了戴一个那个 鸭舌帽 结果呢 他可能看见这个皮特了 哎呦 赶紧站起来 把帽子还摘下来了 这一看 态度不一样啊 很重视 挥手 兄弟 兄弟 在那喊 其实 透过那个玻璃啊 已经都大家都能听见 就是他那个声音 低沉的声音 但是 皮特这时候啊 就特别想逃开 假装了 没看见 或者说呢 我干脆就不认识他 他就觉得 哎呀 多妈呀 人家就觉得黑帮啊 他也觉得 其实他那个东西啊 真拿不出手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想 这千万别说 是我认识的 你可千万别说认识我 结果啊 没想到啊 这家伙啊 一点不放弃 挥舞着那帽子啊 动作越来越大 声音也越来越大 这兄弟兄弟喊的啊 直到这整个 这楼层的办公室 所有人都帮着他喊 兄弟兄弟 完了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皮特 那么不理啊 我们都听见了 完了呢 这下啊 皮特反而因为他 哇 那在这个整个电视场 这女性的这些同事们里边 哎呦 那叫一个受宠 好多人呢 就围着他就问 他是真的吗 他是真的黑帮啊 哎呦 怎么那么像演戏啊 结果啊 这皮特就低着脑袋 是真的 他真的是黑帮的 不过你们真的对他的书感兴趣啊 写的多好啊 真的得好好想想 怎么拍出来呢 这个天使电视塔 TNT啊 最擅长的领域 真的就是讽刺 因为从这个当时刚刚一开始放松这个新闻管制以后啊 呃 其实就是因为苏联啊 一直就是这个政治讽刺啊 那是骨子里带出来的 等于就是你甭管那时候斯大林那什么那个再怎么着啊 就是这个政治笑话和讽刺是刻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的 呃大家都靠着这个啊活过来的你知道吗 这厨房里啊就平时偷偷的在一块家庭聚会朋友聚会的时候啊 就靠这个支撑着能够度过那个艰难的时刻 呃 这个后来呀就是大家都觉得啊 这个克里姆林宫肯定就觉得你这个可以把这个啊 稍稍的呢 那个放松 但是因为你不能够压得太狠 你压得太狠了 这个这个克里姆林宫其实他的这个政策 还是挺巧妙的 他其实啊还是鼓励你的 就是你稍稍的啊 讽刺一点啊 嘲笑一点啊 拿一些什么腐败的动马代表啊 弄一弄啊什么的啊 或者说讽刺讽刺这些议员啊 怎么嫖娼啊 怎么开party啊 完了呢或者说啊 呃一边人赞扬 一边人什么这个怎么爱国了 就是总堆吧 得稍微说一点这个国家的不足 你要说的太完美了啊 也不对了 就也不像了 他也要营造一个呢 你看见没有 我还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的 另外他们这TNT啊 还有一个节目就是也是讽刺 俄罗斯有一个唯一不受贿的 不拿人钱的一个交警 可是呢这个交警就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不受贿 所以呢而且不敲诈 所以呢他现在的妻子都在挨饿 他的妻子整天的唠叨的 就是我能不能让他正常点啊 他能不能稍微捞点钱呢 家都没得活了呀 就像这种的啊 这种尺度的这种讽刺 哎这个克里姆林宫是允许的 而且还是鼓励的 只要啊就是你稍微的 就是别点点着名道姓的那么说 哎他们允许啊 就是让观众们发泄一下的 这个韦他里啊 大概是这个嗅觉真的太好了 所以啊 他的这个讽刺的这个书啊 绝对是在这克里姆农宫的 这个可行性的这个范围里的 行得通你知道吗 皮特啊 后来就再没跟这个韦他里 有任何联系了 而且呢 这韦他里啊 也消失了 完了呢 正好有一次呢 这个皮特啊 碰到了就是他们 共同认识的一个 也是他们那个黑帮的 那个谢尔盖 也是他们的人 结果那谢尔盖就说 嗨 又一张得捕令发出来了 所以呢 他又低调去了 睡在他的吉普车里呢 只能够在这个大城市的外边啊 小城市里边转了 不过啊 皮特呢 一直知道 这家伙一直都没事 为什么呀 因为每年啊 他都会在书店的那个小说架上 看到他出的新小说 大部分都是讽刺的这个小说 好 今天先讲到这 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 这个地方是一种小口 词 我下来 得